当你能够去看到我们深层的 观念之间行为有问题的时候 这时候你才愿意改变 为什么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因为你看不到自己深层的问题 看不到深层 那个违反大自然法则的思维运作方程式 看不到 当你有一天 你真的能够静下来深入去看到 你也清楚的看到对比出 我这样违反大自然法则运作下来 后面就是痛苦 这时候你就会自然自动自发的愿意改了 所以一个人 没办法让另外一个人真正的改变 你用强势 没办法让另外一个人改变 所以要改变别人 要从先改变自己开始 第一个 你需要学会真的 只有一个人 他看到他自己问题的时候 他才会愿意真的改变 所以先从自己改变自己开始 然后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生命体 我们把好的资料跟他们分享回馈 有因缘也协助我们这些亲戚朋友 让他们也能够学习这些高等文化 高等心灵 我们从旁协助他们去正确的深入理解 有因缘 有能力我们做一些协助 然后让他们逐渐的深入 去反观到自己的思想 语言行为 哪些是背道而驰 当他们能够真正看到 他们就会改变 还有有的人会认为说 我希望我的家人也跟着我一起学啊 但是他们都不要 当你真正改变 你学好了 你改变自己 那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言传身教 你本身就会吸引他们愿意来学习 所以不要用命令 用主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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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